现在是凌晨2点38分 特别的离谱 我刚刚就是起来上了个厕所 看了一下手机信息 是一条关于工作的信息 然后看完之后 脑子里面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就在想明天怎么回复这个工作消息 或者说这个事应该怎么解决 然后我想想着 就失眠了 平日属于睡眠特别好的类型 所以像这样的 非常开花失眠是很罕见的 这个 好了我现在终于有点睡意了 然后已经就是困到就是脑子现在已经想不清楚事情了 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打算去睡觉了 这个价钱其实也不会丢的 就它我感觉猫都大了 就是由运镜来开了 今天早饭也没有吃 就整个人已经快要饿虚脱了 然后就呈现出一个心慌气短胸闷的状态 你要点点饮料什么的吗 总算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餐 真的觉得是 好不了一点夜 昨天真的没有睡好 导致我今天这一天都有点浑浑饿饿的 不在状态 本来说今天回去还要写个脚本的 就现在感觉脑子已经是一团酱子了 什么东西都写不出来了 只能强制关机休息一下 睡醒觉之后又去爬了个楼 稳稳都不服输的中国女人 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每天的计划 我就真的是那种非常认真跟着计划表走的人 虽然我今天真的状态不太好 但是因为我的计划里面写了 今天要做运动 所以早上呢 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来得及去运动 所以睡醒了一个小午觉之后 我就跑去爬了个楼 然后现在看一下 今天还有的计划就是练钢琴 然后下午要记一个合同 还有就是去剪一下我的刘海 晚上带花花去上钢琴课 就这样 现在把花花送进了那个钢琴课以后 之后她上钢琴课的时间 就成了我固定剪片子的时间 新买的一个薯条店 剪辑的是唐小弟毕业典礼的这条片子 要帮她打包一块她使用蛋糕 那我剪个刘海 回来梳口 快点过来梳口 你在干嘛 花花 别搞我生气 不要把这个也给我掉坏了 这才破掉的嘛 这好底线的 我给你这个 是你自己掉的 你这个 还敢说本盟主 到晚上你的体积是这么好 对呀 如果要到睡觉时间的人就很煩躁 我把这些脚脱起来 犀利数字嘛 就喘变一下一些肖像 我一直有根本啊 哪有呢 我本来说 你这个样子啊 我童话确实都直立着